各位五年级的孩子大家好 相信你们每个人现在都已经拿到了最新的功课 大家拿出来了吗? 请大家翻到国语的这一页 就是你们的这一个练习词的第一页 kata kandinama 借词 所以这段时间你们有在家里好好地学习吗? 虽然没有去学校 但是也要好好地安排一段时间让自己能够学习 大家准备好了吗?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这一个kata kandinama 借词 好了,我们看到这一面有很多的笔记 所以我会一样一样的来解释 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清楚用心的聆听 然后等一下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些问题 好,我们看第一个 D 我相信这个你们很清楚 所以我也不会多加解释 所以这个D呢 它是用在地点 这个D是在的意思 用在地点 好,这边有给我们一个虔头 Mereka berkela di pantai 他们呢 berkela 什么叫 berkela 野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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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海边 野餐 所以D是用在地点 好,下一个我们来看 可 可 可的意思呢就是去 所以其实呢,这边有这么多个解释 其实你只要记得 可呢,是用在地点 还有时间就可以了 第二个呢,其实你不用很刻意的去记得 好,我们来看 Dia berkela di pantai 他去学校 所以你看,可的后面是一个地点 他呢,大巴士 去学校 Angeen berkela di pantai Angeen berkela di pantai Bertiop就是吹 风吹去 Selatan 南边 好,第三个我们来看 Mereka berlate dari bagi hingga ke patang 他们练习 从早上 直到下午 所以你看 这一个呢 这一个可呢 是用在 时间 还有地点 好,这个还算蛮 蛮简单 接下来我们来看 下面的这两个 D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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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是从东边吹来的 这个就是Dari的用法 接下去我们来看Dari Bada Dari Bada的用法就比较多 第一个我们来看 Dari Bada的虫后面是用在人 所以可能这个太长了 你只要把它割掉 改成人 所以Dari Bada的虫后面 一定是用在人 第二个人的Rima Dari Bada Gavan Penanir 他收到那封信 Dari Bada Gavan Penanir Gavan Penanir就是笔友 他从他的笔友那里 收到那封信 第二个来源 可能我要你把它割掉 你可以写材料 所以通常当你看到 如果是用在材料的话 这个句子一定会有 一个特别的词符线 那就是Deeper Bada 等一下我去拿这个highlight笔 Deeper Bada 你可以highlight这个词 你也可以画八圈起来 所以只要你看到句子后面有 Deeper Bada 这个字 后面一定是配上Dari Bada OK 我们来看 那一个工具 Deeper Bada 被制作Dari Bada 是从这个 Logam就是金属 是从这个金属被制作出来的 接下去我们来看 抽象的东西 这个其实你不用背起来 也无所谓 OK 我们来看一看给我们的这个例子 Dari Bada 它的成功成就 Dari Bada 就是成就 Dari Bada 是 Dari Bada 是从他的这个努力坚持的成果 所以你看 努力和坚持就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什么叫抽象 就是你看不到 你摸不到 OK 但是你知道它的存在 这个就叫做抽象 好 这个呢 我们看到抽象的东西 用Dari Bada 好 下一个 我们是用在 比较 OK 所以这个你要记得 这个要记得 这个比较 你也要记得 你怎么知道它是比较呢 句子呢 通常都会有这个字 Le Bay Le Bay就是比较的意思 我们来看它的例句 Dear Le Bay Rajin Dari Bada Saya 弟弟比我还要勤劳 Ade Le Bay Rajin Dari Bada Saya 弟弟比我还要勤劳 所以你只要看到Le Bay 后面一定是Dari Bada 好 下一个就是 什么叫支 基本上它的意思就是分数 只要它是一个分数 OK 只要它是一个分数 我们呢 都要用Dari Bada 好 我们来看给个例子 Dua per diga Dari Bada Pendudo Taman Itu Pegja Dikilang 三分之二 来自 从这个Taman的居民的三分之二 Pegja 在工厂工作 好 这个呢 就是Dari Bada的用法 这个就是Dari的用法 所以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记得的话 我教你一个方式 就是你自己一个 OK Dari 是用在时间和地点 其他的 只要是跟虫 如果其他的 你是要用到虫的话 就是Dari Bada 所以 虫有分两个 OK 时间和地点的虫 用Dari 其他方面的虫 你就用Dari Bada 好 就是这样子 接下去 我们来看下一个词 下一个Kata Sendinama 就是Gepada 什么是Gepada呢 Gepada 我把这个割掉 Gepada是向的意思 不是给 请你帮我写上去 Gepada是向的意思 不是给 好 我们来看给我们的例子 Dia memberikan Hadiya itu Gepada aditnya 他呢 给那份礼物 Gepada aditnya 就是他把那份礼物 给向他的弟弟 所以通常 如果要用Gepada的话 句子会有 Memberi 这个词 Memberikan 这个词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第三题 第二个句子 Saya memberikan Seiko Ikan Gepada Kuching Saya 我把一条语 给向我的Kuching Mau 好 下一个 Pretanina itu Di Bahagi Kan Gepada Empad Categori 好 这个呢 比较特别 它不是像的意思 它是被分成的意思 我要你把Di Bahagi Kan Highlight 起来 或者是圈起来 Betan Di Bahagi Kan 被分成 Gepada Empad Categori 被分成 四个 主别 所以你只要看到 有Memberikan 有Di Bahagi Kan 答案都是 Gepada 当然它有很多其他不同的题目 那个你要多看多读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 Baha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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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个用法 第一个用法 我们看用在时间 所以我相信你们知道 这个时间呢是指在 我们来看它的第一个例子 Bahagi 他们呢将在四点钟下午出发 所以你看 Bahagi 的后面是一个时间 好 接下去我们来看第二个句子 第二个句子 OK 第二个句子呢 我觉得你可以写这个 就是呢 挂在半空中的东西 OK 挂在半空的东西 什么叫做挂在半空的东西 就是指这个东西没有动到地 只要这个东西没有动到地 在半空之中 我们都会用Bahagi 例如有什么字呢 例如你会看到这个 Mengandong Mengandong就是挂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现在讲说 你要把一个东西挂在墙壁 是Mengandong Bada 挂 或者是你会看到这个字 Mengandong 什么是Mengandong Mengandong就是酸 OK Mengandong就是酸 什么叫酸呢 就好像有一棵树 OK 有一棵树 然后呢 你把这个牛呢 绑在这个树这边 你把这个牛呢 绑在这个树这里 这个就叫做Mengandong Bada 酸 所以你看这个绳子没有动到地 它是在这个悬挂在半空中 OK 或者是Mengandong Bada 贴 所以呢 Bada的另一个用法呢 就是用在挂在半空中 没有动到地的东西 所以通常呢 在五年级 你们会看到这些动词 Mengandong Mengandong Bada Mengandong Bada 我们来看给我们的例子 Diam Mengandong Gamba Galwa Galwa Nia Bada 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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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呢 挂它的这个 Gamba Galwa Galwa 就是它的家庭罩 Bada Ding Ding 在墙上 好 第三个用法呢 OK 第三个用法呢 很简单 你只要记得一个东西 就是 你只要有看到ada这个词 OK 你只要有看到ada这个词 后面就是要用Bada 它的意思就是指有在的意思 OK 有在的意思 好 我们看给的例子 不过 Trader Saya Ada Bada Abang 我的故事是呢 在哥哥那里 就指有在哥哥那里 所以一样 我要你把这个ada 圈起来 好 我要你把这个ada 圈起来 或highlight起来都可以 好 所以你要记得Bada 有三个用法 一个是 用在时间 一个是用在 画在半空中的东西 一个是 只要有看到ada 后面就配上Bada 好 再来我们看下一页 好 下一页的就比较简单的 没有什么 多余额外的解释 好 我们看这个登档 登档就是关于 我们来看它的例子 他们正在讨论 关于 学生的纪律问题 他们正在讨论 学生的纪律问题 下一个我们来看 阿干 什么是阿干 阿干 这边不是指浆 这边阿干 就是鱼 好 什么意思呢 这边的这个阿干 请你记得 它都是用在感受词之后 感受的形容词之后 什么叫感受形容词 就好像 Rindu 想念 就好像 Bengji 讨厌 就好像 亲大爱 所以这些感受的形容词的后面 一定是要配上 阿干 我们看他给我们的例子 Dear Sayang 阿干 阿那 奔 奔 他疼爱 他的 最小的孩子 所以你看 Sayang 就是一个感受词 所以他后面就要配上 阿干 他疼爱 他的 最小的孩子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下一个词 hingga 直到 hingga 三拜 直到 好 我们看他的这个句子 白语一读 Dido Dari Buko Lapan Malam hingga Buko Lapan Pagi 那个婴儿呢 从 晚上八点 睡到 早上八点 所以 那个就是 Dari 那个就 hingga 直到 好 下一个 Seja 什么叫 自从 他已经搬去城市 Seja 自从 五年前 好 Unto 为了 Ruma itu Dibina Unto Pagerja Pagerja Kilangnya 那个屋子 被建 是为了Pagerja Pagerja Kilangnya 他的这个工厂的员工 Baju itu Unto Bapak 那个衣服 是给爸爸的 是为了爸爸 Dami 其实Dami 也是为了 所以 Unto 和Dami 其实他们拥有一样的意思 所以 不能够两个同时使用 Kita Palu Pra Usa Dami Masa Dapakita 我们需要努力 为了我们的前途 未来 Dalam 这个Dalam 这个Zai 我让你挂鼓 加上去写 是用在事情 这个不是指里面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讲 在某一件事情上 我们要用 Dalam Berita Di Sia Kan Dalam Akbar Tempatan 那个新闻 被 Kanten Dalam Akbar Tempatan 是被 Kanten 在 本地 报纸 最后一个 Antara 之间 Adebaniya Berbeza Antara Gedduedur Oran Kemba Itu 有很多的不同 Antara Gedduedur Oran Kemba Itu 在这两个 什么叫 Anana Kemba 双胞胎 OK 在这两个双胞胎之中 好了 我已经用了十多分钟来解释这个词 大家明白吗 如果你觉得还是不清楚的话 可以再看回去这个视频 然后呢 再把我刚才给你们的这些重点都写下来 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个练习 我给你们一个练习 对不对 我会先给你们讨论五题 我会先给你们讨论这个五题 然后呢 剩下的我还能自己做 我们会在下一堂课讨论 好 第一题我们来看 Dear Marayu Saya Supaya Memaafkan Keslahan Nya Tha 什么叫 Meraayu 请求 Saya 我 Supaya Memaafkan Keslahan Nya 原谅 Tada 错误 OK Buan Zainak Manyambut 我们先来看每个句子 Buan Zainak Manyambut Tekamu 什么叫 Manyambut YingJie OK YingJie Datamu 客人 Tangan Dabukat 就是非常欢迎的意思 Tangan Dabukat 就是非常 欢迎 第三题 Gabai Keslahan Mura OK 学生的好处 Jeku Chong Selalu Menergo Mura Yamalas Jeku Chong 常常 Menergo Zer Bay Mura Yamalas 懒惰的学生 好 第四 Setyap Ibu 每一个 每一位 父母 Tentu Saya 肯定是 Tengai Ana Nya 她的孩子 好 第五 Wanita itu 那一个女人 Sentiasa Belagat 常常 OK 什么叫做 Belagat 模仿 Orang Kaya 有钱人 第六 Ibu Bapa Ana Sentiasa Mengambil Berat Ana Ana 的 父母 常常 Mengambil Berat 注重 关注 OK 注重 关注 Belajaran 学业 Dactivity Haryanya 和她 每一天的活动 这些我都已经解释了 我要你们来用上面所给的这六个词汇来填充 所以今天的功课简单 我只希望你做这六题 还有下面的这八题的选择题就够了 OK 其他的你先不用做 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一个课 请你们大家完成了过后 我们下个星期才能够一起来讨论 好 谢谢大家